1948年 在父亲的带领下 侯孝贤举家搬迁到了台湾 平静的日子里 一家人各有心事 祖母对大陆念念不忘 一心想回去 父母虽有外申人身份的尴尬 却也清楚知道 回大陆只是梦一场 姐姐差不多已经当自己是台湾本地人 偶尔伤心落泪 是因为想起 为了替父母减负 放弃了念好学校 小孩子阿孝 则只想着自己如何玩得痛快 完全没有大陆的概念 进而面对父亲的病逝 他只觉得突然 并不太多伤心 今天我们看这部 侯孝贤1985年的作品 童年往事 你好 我是风力刀 欢迎点开电影复读机 阿孝有一个外号 叫阿哈 阿哈是个音译 这要拜祖母所赐 阿哈 祖母是广东梅县人 她的客家口音 在高雄的凤山县 显得格格不入 说客家话的大片地区 会把笑念成号 一旦碰上祖母出门 叫她回家吃饭 小伙伴们就会模仿着叫 阿哈 阿哈 乐此不疲 由于心心念念 想要回大陆 祖母一遇到陌生人 就会问 去梅县的路怎么走 家里一共有五个小孩 祖母最喜欢阿孝 因为算命地说过 阿孝将来是做大官的命 这天 阿孝从家里偷拿了钱 买了弹珠 一直玩 祖母叫她回去吃饭 她便在村口的树边 挖了一个坑 把全部身家都藏了进去 但一进家门 就遇上了母亲的三脸纹 否认事实 是几乎所有小孩 撒谎后的痛病 但为了免受 进一步的疲肉之苦 阿孝只能带着母亲 来到了村口的大树下 但坑里的东西 已经被人挖走了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 偷拿五块钱的后果 就是当街被教育 没有半点情面可讲 幸运的是 祖母的出现 让阿孝少挨了两下 父亲毕业于中山大学 一直很看重教育 偷东西犯了大忌 所以全家吃晚饭时 阿孝被罚跪在一旁 另外四个孩子 一边吃一边被警醒 晚饭过后 四弟带着五弟背英文 祖母默默替阿孝准备好了洗澡水 但阿孝倔强着 只是一边赌气一边洗碗 祖母见状 便故意嘀咕出声 说儿媳妇前世没修为 打孙子没轻重 然后又轻轻走到阿孝身后 拍拍肩膀说 没关系的 长大了就有办法了 凤山离海不远 夏季只要一刮狂风 就会停电 清早满街都是断裂的树干 但对于小孩子们来说 刮风反而值得期待 电工抢修线路时 总会遗留下一些铁丝 往往这个时候 拼得除了手速 还有观察力 小伙伴们冲过去 你推我抢 有的盆满钵满 有的两手空空 然后一趟子跑到废品收购站 换了两个硬币 硬币往往还没踹热乎 就到了木工斗里 那时没有玩具买 就连简单的陀螺 都需要先挑好木头 再花钱找木工打磨 最后 还要靠自己欠一颗玻璃球 水泥地面也极为罕见 往往只能在泥地上玩 这块地玩得坑坑洼洼了 就换一块 有时远远能听见急促的马蹄声 军人们快速闪现而过 夜里的广播 一遍一遍播着 没人相信的捷报 轰轰隆隆的机械声 响了通夜过后 路上印满了坦克履带痕迹 学校大喇叭里 对未来也是一片乐好 但只有父母很明白 国民党军队一直被吊打 从来没变过 小孩子对捷报没感觉 大人又不相信 老一辈的巴不得回大陆 全岛的广播 只是一种钱驴技穷般的自欺欺人 阿笑很会玩 同样也很会学 父亲一人养一家 所以家里没有太多零食吃 阿笑就靠考试的时候 帮同学作弊 又能换得树莓硬币 这笔收入有时被换成冰棍 有时又被换成水煎包 父亲不爱说话 沉默对于那个年代的人 是个好品德 四弟阿祖喜欢默默看父亲猜信 父亲稍稍迟疑后 就会笑着捡下邮票递过来 阿祖便拿着邮票 蹦蹦跳跳走开 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 某天放学后 阿笑回家撞见母亲 拿着满是血的谈鱼才意识到 父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 家里懂事的人把父亲围了个团团转 生怕顶两株倒下 只有年幼的三个弟弟 被时光赐予特权 能不受干扰地继续童年 时间在看似一成不变的日子里 匆匆流逝 阿笑小学毕业了 公布成绩那天 班里的同学被划成了两拨 桌上有勾的才能顺利升学 阿笑回到教室时 首先听到同学在嚎啕大哭 这是落榜的信号 幸运的是 全班寥寥无几的几个勾 有一个就画在了他的桌上 阿笑突然觉得很庆幸 拿了成绩后没有在外面玩 一趟子跑回家告诉了妈妈 妈妈给了他一个拥抱 然后又跑到爸爸身边 爸爸话不多 只是温柔地鼓励他 既然考上了 就要好好读书 全家上下最喜出望外的药树祖母 还乐呵呵地从自己棺材本里 拿出了一枚童原奖励 阿笑结果后 腼腆地铭起了小酒窝 但有人高兴 也有人愁 那个年代 老的一辈迫于现实状况 往往不会让女儿 有太多自足选择 大姐就是一颗时代的眼泪 尽管她成绩很好 却始终没能如愿 去到想去的学校 阿笑就是靠聪明跟运气 她从小运气就好 我们住新竹那时候 我不是到台北考医女中吗 一个人坐火车 阿笑就死都要跟我去 那时候火车上不是卖那种 用纸包那种红豆冰棒吗 很好吃 阿笑就一直吵说她要 害我花了五毛钱买一根给她 结果她一口都不给我 我也不好意思跟她要 妈那时候不是说 到火车站之后 去找在那边当宪兵的阿诚哥吗 然后阿诚哥看到我的时候 还说 我好会哦 居然敢一个人 跑那么远来考学校 然后就用脚踏车 带我到重庆来那边去找爸爸 后来第二天 爸带我到学校去考试 在学校门口还碰到我们在新竹那个老师 就是你们说他很好的那个嘛 后来我回来新竹等放榜 爸从台北回来 爸回来那一天 我到巷口去接他 爸看到我就一直笑 然后什么都不说 我就问爸爸说 是不是考上了 爸就说 对 你考上了 然后就开始很得意啊 他在那里算说 谁家谁家 那个谁谁谁都没考上 后来爸告诉我 我是41名考上的 算是还考100 好可惜啊 都不能念英语中 要是那时候念英语中就好了 这时祖母拉着阿笑说 既然考上了 就一定要回老家祠堂祭祖 旋即 他收拾好了一个简单的包袱 两祖孙走过一片片盛下的树荫 摇摇晃晃的出了村 但天气实在太热 两人刚走到村口的铁道 就找了一家店 开始吃冰 阿婆 阿婆 没说话很爱 没说话 你说什么 在那里乘乘 不知道你说什么 听都没有 什么 不知道 吃完冰 两人沿着公路继续走 阿笑望着路边 突然向望见了宝贝 不远处 满树的芭乐摇摇欲坠 祖母立马吩咐去踩 一个接一个 干瘪的包袱渐渐变得沉甸甸 太阳也晒得额头发起了一颗颗汗珠 只是一小会儿功夫 两祖孙不得不再找了一户人家 稍作休息 祖母边喝茶 边望着阿笑洗芭乐时 突然玩心大发 来了一段杂耍 夜幕说来就来 两祖孙的回乡之行就此打住 吃过晚饭 阿笑已经累到开始发呆 祖母异常高兴 笑眯眯在灯下赶至银元 家人们对祖母时不时就要回一次大路 已经习以为常 所以大家没有丝毫惊惶 真正那一家人乱了套的 是之后的一场停电 当大姐点好蜡烛 送进父亲的书房后 全家都听到了一声尖叫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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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来 你还会弄 妈,医生来了 一生 对不起,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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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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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泽,带着你来跟妈妈握手 手铃的那夜时间过得很慢 一家人就紧紧地坐着 直到无泪可流 父亲的离世是阿孝成长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之后,阿孝的记忆主要是对外部环境的印象 那时,他已经有了一大帮兄弟 开始用大哥的身份替人出头 开始假装作弊,系隆老师 也开始企图从流动小贩处强征保护肺 这些年,家里的变化也很大 大姐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母亲也尝试和另一个中年人来往 阿孝自己也开始有心事 在这个阶段,他和家里人是割裂的 唯一没有变的是祖母 她时不时就要出门想回大陆 被人送回来后,包袱里全是把乐 祖母闲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姻缘 她念叨着,以后到了阴间,要用 大姐结婚前,带着未婚夫和家人拍合照 偏偏在这时,阿孝收到了学校的处分通知单 寻衅自食 阿孝看完心里一阵憋屈 一张全家福,各有各故事 为了换个心情 他和兄弟们相约来到军人联谊社打台球 玩得正嗨时,却被老兵一顿痛骂 当天正是某位诚信领导人逝世的日子 全岛上下,顺时一片哀哄 广播播出那一刻 谁在嬉戏,谁就是罪过 阿孝一行人被骂出门后气不过 捡起砖头轮回去,才稍稍解气 干了坏事,兄弟们各自往家里逃 军人们又跟着往家里堵 于是阿孝又纵身一跃,翻墙逃离了家 另一边,在学校里阿孝也被当作点心人物通报 在轻蔑师长寻衅自食的多重处分下 校方决定把他调离到插身班 为了不让母亲生气 大姐作为家长扛下了整件事 阿孝表面上不发意言 但校方不调查清楚缘由 就抓鸡锦猴的做法令他很是愤怒 放学后他偷偷来到车棚 把老师的车胎刺了个遍 那天放学后 天像被捅了个窟窿 雨打在屋檐啪啪作响 母亲忙着在大姐出嫁前说点执行话 没人察觉到阿孝的忧愁 四心裂肺的情歌窜进雨里又消失不见 阿孝长大了 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蹭蹭往外冒 她被女校的无素眉深深吸引 时常在放学后偷偷陪着她回家 出于自傲或是自卑 她从未开口大善 却总是在无素眉平安到夹后 开始自我狂欢 有时她感到一身的进眉处释放 就先找人挑衅 挑衅后若还不过瘾 就扎进器材室横举杠领 在一个躁动又睡已懒暗的深夜 阿孝迎来了首次梦遗 复杂的愉悦感令她倍感羞愧 为了不惊醒家人 她赤脚下床换些好泪裤 但回头却发现 母亲一边抹眼泪一边写着信 字里行间不知不觉已被侵蚀 医生诊断说母亲可能是猴癌 很快大姐收到信后 带着母亲去了台北做检查 家里的大小事物就被阿中阿孝扛了下来 柴米油盐的家常 对涉事卫生的少年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煎熬 某天一个车夫领着祖母回家后 开口索要100块车费 阿孝顺势就爆发了 这位老太太是你们假的 是啊 哥 阿孝回来了 一杯块 100块 一杯块 1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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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了 1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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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打晕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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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下生活的琐碎很难 逃避却只是一念之间 大人不在家 阿孝在外玩起来也更疯 他开始赌钱 手里突然也有了钱 应兄弟们的要求 学着逛场子 一遇到小弟上门求照 他立马像只渊谷一样 有求必应 一遍饭呀 那你干哪来 凌 凌 你来 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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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再次回家时 气势好像掉了一半 看到家里一团糟 也没有多说半句 一家人围着母亲转 阿肖也很少有机会出门婚 大姐私下告诉阿肖 母亲不同意切掉整条舌头 怕不能再说话 可照了孤六时 也没查出根本病因 从那以后 母亲还去过台北医院数次 身体一次比一次更虚弱 一天晚上 阿肖看到母亲抱着弹鱼 一阵一阵吐着龙血 阿肖猛地想起了父亲的样子 他突然怕了 他失去母亲 在恐惧的裹挟下 他呆呆地处在原地 两久 这时好兄弟找上门 要他出门干架 阿肖没有去 兄弟们得知状况后 也没有纠缠 借了刀就闪人 那个夜晚好像很长 长到不敢多看母亲一眼 但还没过完夏天 母亲就走了 不突然不意外 像是给足了大家 心理准备的缓缓告别 可阿肖还是止不住在告别式上气不成声 大姐在整理二老一屋的时候 无意间弄清楚了上辈人的羁绊 比如家具多为竹制不单单是贪便宜 而是父亲本打算在台湾待个两三年就回大陆 父亲吃饭故意吃小锅 也是怕传染肺病给孩子们 遗物里的信件不多 但有限的三两句足够让孩子们再哭一场了 再后来 大姐回了夫家 老儿阿中忙着进部队 家里就剩下阿肖 照顾弟弟和祖母了 渐渐她做饭洗衣都变得异常熟练 一天 她到邻居叶太太家里收会钱 一进门才发现 这个家比自己家更穷 反而令她不便开口了 但这样一来 收入的压力就落到了老儿阿中的肩上 为此 两兄弟彼此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高考很快就到了 对一众人来说 这是个人生的分水灵 放学后阿肖守在路口 眉头紧皱 渐渐 乌素美走过视线 阿肖轻轻骑车上前 叫住了她 等你考人大学再说 吴素美只说了八个字 看着她缓缓离去的背影 阿肖好像突然有了人生目标 骑上车一路狂奔 那年暑假 阿肖真的去参加了大专联考 放弃了保送军校 就是因为吴素美的那句话 后来她收到阿中从小岗寄来的信 她说她写信给叶太太了 会钱不用还 叶太太也回了她一封信 很感激 还说领到退伍镜后 一定会还钱 一年以后 祖母也去世了 阿肖没有考去大学 吴素美全家搬去了高雄 祖母去世的那个月 一直躺在榻榻米上 没有起来过 大小便都不能控制了 那时候家里只有阿肖和两个弟弟 他们请来医生 医生说 太老了 直到有一天 阿肖发现 祖母手背上爬着蚂蚁的时候 祖母不知道已经去世多久了 翻开祖母的尸体 发现有一面都溃烂了 收尸的人狠狠看了他们一眼 仿佛心里在骂着 不孝的子孙 一直到今天 阿肖还会常常想起 祖母那条回大陆的路 也许只有他陪祖母走过那条路 还有那天下午 两祖孙采了很多巴勒回家 侯孝贤出生于广东省梅县 是客家出生的台湾外省人 父亲原本为当地的教育科长 在1948年全家移民到台湾高雄县的凤山镇 侯孝贤童年及青春期在台湾高雄的凤山度过 现实中 侯孝贤的哥哥姐姐曾认为 她无药可救 因为滥读成性 这和片中的阿肖是有出入的 因此 这不是一部完全的传记片 而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剧情片 童年往事片头 侯孝贤本人就以旁白的方式指出 这部电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 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 这里的我不单单只阿肖一个人 而是当年千千万万跨过海峡的人 其中有一位诗人余光中 他的作品《香愁》被写进了初中课本 父也不仅仅指狭义的血缘上的父亲 也可以追溯到广义上的父亲 比如文化上的土地上的 寻父既是为了反思历史 也是为了更加深刻地认识现实 认识自己 因此 片中的寻父与国族认同大有关系 童年往事里表现出来的 对跟在大陆的认同 不做作 不虚假 甚至可以用赤裸来形容 那条回大陆的路 影响了阿肖大半辈子 而文字作为一种最根本的文化自觉 始终贯穿在全篇里 电影给了很多关于文字的镜头 包括但不限于 父亲在梁椅上看大陆的来信 母亲预感身体不妙时 也是在写信给大姐 趁着阿肖自己鼓起勇气准备表白时 也是缓缓递出一封信 即便是父母的遗物 也是一封封的信分量最重 爱收集邮票的四弟 长大后也变得能写一首漂亮的毛笔字 把本片和1991年的 孤灵界少年杀人事件对比来看 在描写60年代 也就是片中阿肖的高中时期时 后者在剧情里穿插了更多的西方元素 比如猫王的歌曲 办公室的牛仔帽等 但在本片里 导演没有刻意罗列这些社会元素 这就让整部电影观感 有选择地集中在了主人公的生命过程里 而不是深究时代原因 后者我们看起来更像是深度新闻报道 看完会景中长明 而本片更像是泛黄的日记 在午后回味悠长 下面聊点深刻的 不那么顺畅的 片中最老一辈的祖母 她在宾店问店员 梅江桥在哪里 不懂客家话的店员一脸问好 观众方才意识到 祖母说要带孙子回大陆 并不是开玩笑的 祖母是编剧设计的 一个精神和记忆不稳定的角色 她不为剧情负责 透过他人的正常 对比她的失常 不仅仅是为了戏剧张力 更进一步详 祖母的语言也跳脱了一般对白层 成了一句句没人理解的回应 创作者从剧本层面就早已暗示 祖母永远回不了她的梅江桥 等到广播里放松着艾森豪威尔和蒋介石的发言 军歌以及骗人的捷报 直到整个时代全貌都被拼凑出来 年轻的父母一辈也开始认命 他们想回大陆 可也回不去了 对于阿孝呢 成长的艰辛 也是年轻岛屿命运的隐喻 当阿孝站在镜头前拍全家照时 不扎衣服的他与全家的姨态格格不入 自身的叛逆水涨船高 似乎要摆脱这个家族 不能说导演在这里没有正直的发问 以及五弟从一压之际就开始被英语歌谣 还背得极为刻苦 睡觉前也不忘重温 五弟后来的命运影片没有给出 没给出就是一种不确定 《童年往事》是侯孝贤很前期的作品 电影1985年在香港上映后 周润发对影片赞不绝口 不止一次在谈话节目上历见 影片还有个角度很打动我 就是诚实 虽然片中人在短短十来年里 经历了成堆的历史节点 但整部影片的观感依旧是主观的 诚实的 观众依然可以看到 一个熊孩子变成二流子的成长历程 又能看到浪子回头的山然泪下 所有的外部遭遇 并未在阿孝的记忆里留下刻痕 他的记忆角度是家庭的 温馨的 是坑坑洼洼泥地上的旋转陀螺 是鼠天路边的一树把乐 是望着电弓丢下的一缕铁丝 是偷拉前后 被母亲打了两棍子 这便是创作手法的高级之处 任何的历史大事件 都只能是生命中的过客 并不能影响生命本身的进程 以上只是侯孝贤导演 初出茅庐的金石之作 如果机缘足够巧合 我特别想做一期 侯导的集大成之作 此刻念营养 这期就是这样 我是凤里刀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